彭德人为什么要在国感全面实行汉化,光复国感全境,考验彭德人的时候到了,如何守住和发展最关键。 2024年1月5日,国感同盟军接受了南天门、米线沟的缅军投降,实现了全面解放国感老街,光复国感全境的目标。 这是其实隔13年之后重返故乡,整个萨尔温江以西区域全部掌控在彭德人手中,但是能不能建立华邦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 彭德人宣布要在国感全面实行汉语教学,即使用人民币,这是为什么,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。 订阅锐历史,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光复国感,此前,国感同盟军也曾占据国感自治区首辅老街,但是由于缺少重型武器和防空设备,最终兵败撤出了老街,现在虽然接管了老街, 但是社交媒体上基本都是认为,是南天门的缅军将炮弹发射进了中方边界城镇,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 中方表示要采取措施保障边界安全后,所以有了投降之意。 另外由于国感同盟军长期围困上述据点,使得缅军只能通过飞机投掷有限的物资补给,交战两个多月。 人困马罚,缺乏固守的信心,从流传出来的清单看,这些缅军基本都带着家属,为了避免被团灭,所以没有经过缅昂来的同意,直接选择了投降。 因此,缅军在国感同盟军全面接管老街以及光复国感后加大了空袭的力度,不过整体局势基本定了下来,彭德仁已经在着手建立自己的自治体系,任命了一系列主管人员开始管理国感, 但是,能否成为合法的自治区,还需要与缅昂来进行谈判,最为关键的还是如何保证国感的经济发展,如果不能解决养活二十多万国感人的问题。 那么,自生罪恶的土壤就会变得肥沃,对于国感同盟军而言,夺取蜡虚之后,他们的诉求就基本全面满足了,彭德仁期望的恢复历史辖区也就基本完成了,也就到了考虑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了。 换句话说,只要彭德仁能够确保国感不再涉及对边界的违法和犯罪,仅仅凭借农产品出口,边界贸易养活国感人其实不成问题,造成国感人民不聊生的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,就是持续的战乱,以及缺乏统一的领导,国感全面汉化,国感总面积2700平方公里。 主要是由汉族、胆族、崩隆族等民族组成,其中,汉族是国感地区的主要民族,占总人口的约80%,虽然经过多年的文化入侵,但是缅文推行的效果甚微,同盟军中多位高级将领无不是一口流利的汉语发音。 同盟军的红头文件也是我们熟悉的格式跟措辞,人民币也是国感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,正因为国感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。 所以,在文化上也认同中国,当地人基本和中国人做生意,赚钱养家,大多把汉语当作自己的母语,反而缅甸推行的缅语在这里却没有什么市场,本次同盟军14年后再次收复国感,可以说对文化教育认同极为重视, 同盟军从上到下都把这项工作列入重点,迅速在学校恢复开展汉语教学,甚至教材和课间的广播体操都同步了, 国感同盟军彭德仁讲话,对国感全面实行去缅文正级,拆除缅文招牌,彭德仁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过去正级的一种反制。 最终战略意图,国感同盟军的行动表明,他们的目标并非仅限于反电炸,占领老街,而是更宏大的构想, 即夺取整个北胆帮,建立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自治帮,这一战略谋划凸显了国感同盟军对地域扩张和人口掌控的渴望, 国感同盟军通过在缅甸、瓦帮、克钦等族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控制区, 不仅拥有相对稳固的根据地,还具备了一定的军工制造能力, 这种能力包括生产突击步枪、轻击枪、手枪以及迫击炮等武器相较之下, 国感地区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。 只是一个20多万人口的小地方,规模最多相当于一个县, 这使德国感同盟军在面对缅甸庞大军队的时候,难以长期抵御, 国感同盟军明确了扩大实力的路径,通过夺取整个北胆帮,扩大地盘,增加人口数量。 当前,国感同盟军在老街的控制只是一个开始, 而他们的下一步战略目标是巩固滚弄要塞区, 同时主力攻击夺取拉虚,拉虚是北胆帮的首辅,也是重要的进出口口岸, 地理位置靠近云南边境,是滇面公路的终点,国感同盟军认为通过占领拉虚。 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人口,包括数十万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口, 这将为国感同盟军提供更充足的兵源和更强大的地面战力, 从而实现建立以拉虚为首辅的汉人自治帮的战略目标。 国感同盟军的战略意图显然是明确且有序的,与之前的行动不同。 他们同时攻击老街和拉虚,打击整个缅甸东北军区, 而这并非冲动之举,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旗。 缅甸军方高层表示,国感同盟军的行动至少已经策划了一年时间, 这表明他们对于未来的走势有着清晰的规划。 国感同盟军的行动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, 也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的推动。 随着俄乌战争和加沙战争的爆发,美国实力下降, 由此导致欧亚大陆的均衡态势发生变化。 印度也看到了这一点,积极向缅甸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, 形成对抗态势。 国感同盟军可能在这一背景下感受到了时机的成熟, 加大了对地区的争夺力度。 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北胆帮, 涉及曼德勒铁路线,跨境电网系统, 曼德勒募解高速公路,滚东大桥, 以及油气管道工程等。 缅北北胆帮经济走廊面临一系列问题, 包括地方武装,民兵组织的存在, 以及由此产生的过路费和保护费等问题, 国感同盟军通过打掉地方军阀, 夺取整个北胆帮, 有望改善这一情况,推动边貌发展, 甚至为建立从若开帮通向印度洋口岸的通道铺平道路, 国感同盟军的建立源于对缅甸军政府的民族压迫。 在1967年的反华排华事件中, 国感地区的华人社群遭受到严重威胁, 导致国感同盟军的创始人彭嘉生将军率领国感武装, 投入武装斗争,以保卫华人社群的安全。 如今,国感同盟军的领导者彭德仁将军的目标更为宏大, 有可能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整个缅北华人区域的自治邦。 国感同盟军的行动展示了他们的战略眼光和对未来的雄心。 面对缅甸庞大的军队和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, 国感同盟军仍面临巨大的挑战, 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国感地区的发展。 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, 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蔓延。 同时,国感同盟军也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在实现战略目标的同时, 维护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发展。 内战仍然一触即发, 由于缅甸形势复杂, 白索成等四大家族犯罪成员能否被移交中国进行审判, 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, 但正义可能会迟来, 但从不会缺席。 这些人渣的末日已经临近, 剩下的这些日子里, 他们也将是生不如死的惊弓之鸟。 有消息称, 四大家族刘家的犯罪主导刘阿宝在被中国警方通缉的当日。 已经下诚精神分裂, 可以说中方严厉法办电诈犯罪集团和国感同盟军若开、 克钦、瓦邦等联军的并肩战斗, 沉重打击了缅北电信诈骗, 拔除了国际犯罪集团和反华势力设在中国西南周边的犯罪桥头堡, 以犯我中华者虽远避诸态度, 极大震慑了针对中国人的集团犯罪, 中方坚决打击以上犯罪, 缅北以汉军为主的人民武装力量, 群起而攻之打击电炸, 及其保护伞, 取得重大战略胜利, 可以说让世界看到了龙的传人士何等威严, 只要一出手就能消灭敌人。 这在当今混乱变局时期是非常提气的, 也是对震慑各路敌人最为有用的, 不久前, 中国成功斡旋缅北局势, 交战几方约定停火, 但战场形势千变万化, 随时可能擦枪走火, 围绕蜡虚的争夺, 将决定当地人民的未来, 事实证明, 免方不仅不能控制当地的犯罪, 还充当犯罪集团的保护伞, 当地多种严重的反人类犯罪, 臭名昭著, 亚洲人民身受其害, 特别是严重危害到中国的经济安全, 人民安全, 而中国的坚决打击, 以及缅北地方人民武装力量兼具出手, 缅北这些犯罪集团立即灰飞烟灭, 这些足以证明, 龙国和当地正义力, 必然在当地未来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应当担纲主要力量, 也只有在这样力量的治理下, 当地才能实现长期的安宁和发展, 中国及亚洲人民才能更大程度上免遭电信诈骗等反人类犯罪的残害, 在缅北建立化邦实施自治, 有利于当地的长治久安, 华人经济实力雄厚, 这样一来, 可以将当地华人经济力量进行更加有效的整合, 上北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大发展战略, 向下也有利于整个缅甸的发展, 周围的各少数民族也将从中受益, 缅甸不能再靠犯罪创收, 同盟军此番在缅北摧枯拉朽, 中国强势打击缅北犯罪团伙, 取得如此战果, 已经说明了这一切, 蜡树是缅甸重要的核心城市之一, 它位于缅北胆邦的中心地带, 是缅甸的军事, 经济, 文化和交通的重要枢纽, 这里还有军用机场, 可以随时起飞, 军机对联军实施轰炸, 这也是当地人民联军, 为何想要拿下蜡树的又一重要原因, 另外, 拿下蜡树, 可以在军事上完成巩固缅北战略优势的作用, 从而完成打击缅北电炸最决定性的一场胜利, 不仅能够清除盘踞在蜡树的白锁城残部, 还会吓破敌胆, 让残存的电炸犯罪集团惶惶不可终日, 也为进一步剿灭电炸犯罪, 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, 现在国杆同盟军和其他少数民族武装巨系已经在蜡树外围布防, 国杆军又拿下一个缅军重要据点, 而城内的缅军暂时也没有撤走, 双方的对峙应该还在继续, 缅北多支民族武装力量近期也实现了整合, 由于彭德仁将军率部取得重大反电炸, 反压迫战果, 能够减到大量先进武器装备, 在短期内形成强大战斗力, 战斗意志坚决, 因此定会博德缅北其他民族武装力量敬仰, 有消息称, 彭德仁已经任整合后的缅北人民联合军总司令, 鲍有祥, 甘霜任副总司令, 瓦邦, 郭杆, 克金等人民武装力量此次也改变为第一, 第二, 第三直至第八等野战军, 很像当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, 因此通过整合后的当地人民武装力量, 势必战斗力得到加强, 指挥更为高效统一, 缅军充当当地犯罪集团保护伞, 也遭到现实暴, 原本被缅军控制的大片土地, 现在重回到当地人民武装手中, 而且战斗让在整个缅北缅军处于严重战略被动, 随时可能迎来新的失败, 而缅军的对手, 不仅打缅北军队势如破竹, 还打出了个彭大将军, 现在开始整合当地所有民族武装力量了, 加强了团结, 凝成一股绳, 缅军就更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了, 当然, 我们也要考虑到缅甸作为以前英国的殖民地, 一定会有大量英美势力的存在, 如何在缅削除压制殖民帝国势力的滋生, 也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, 现在缅北民族军事力量得到了壮大, 并得以整合, 未来不仅在打击电炸犯罪等反人类犯罪当中, 可以发挥作用, 在反制美英等帝国霸权势力的染指上, 也可以成为一支生力军。